20日的外交部发布会上,有媒体提及,最近缅甸内战各方在中国谈判一事,据其声称,缅甸内战各方在中国和谈,并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,还达成了沟通共识,然而缅甸地方武装却强调,交火仍在继续,中国外交部对此作何回应,缅甸为何执迷不误?订阅瑞丽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中方回应,20日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,有记者提问,此前中方表示,缅甸军方和地方武装在中国境内举行了和谈,并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达成了协议。 但现在地方武装表示,战斗仍在继续,你能介绍一下具体停火情况吗?汪文斌表示,我记得昨天你也问过相关的问题,我们也做了回应,这里我给大家进一步介绍一下情况。 汪文斌说,在中方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下,缅甸有关各方在昆明举行和谈,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。 中方希望缅各方切实落实共识,保持最大克制,主动缓和现地局势,管控好停火过程中偶发的摩擦,保持停火和谈势头,中方将继续做缅北地区指战促谈工作,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。 可见,中方确实一直在努力推动缅北局势降温,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缅甸内战各方可能在签了临时停火协议之后还在打。 目前有社交媒体消息显示,19日,缅甸空军疑似出动了中国外貌的FTC2000具飞机,用于空袭国杆老街等区域的缅北武装力量,由于老街被空袭,现场浓烟滚滚。 而同时,缅甸中文网的消息也声称,近期在钦邦、克伦邦、德昂自治区等方向仍有战事爆发,这可能是在各方已经前往中国谈判期间爆发的战事。 不排除是地方武装和缅甸政府军互相抢夺谈判筹码,因而导致战事仍然持续不断。 结合这些情况来看,缅甸内战各方应该不至于不给中国面子,只是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,肯定是要争取利益最大化,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摩擦。 但从中国斡旋组织谈判,促成各方在昆明谈判并同意临时停火的情况来看,中国还是在缅北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 而且,明显缅甸内战各方也是认可中国的信誉和影响力,所以都认为在中国谈判比较合适。 不过,中方的耐心也是有限的,外交部的话,缅甸各方要听得进去。 今年早些时候,中国也曾调解过中东局势,并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,这也使得海湾地区局势迅速向着稳定和平的方向发展。 现如今,中东又爆发了巴以冲突,阿拉伯国家仍然寄望于中国发挥作用,而中国也在做出努力,尽量促成加沙局势,尽快走向和平,这样才能挽救当地230多万人口的生命。 缅甸内战局势微妙 缅北国港地区战斗进入最微妙阶段,各方力量都开始疲劳了。 缅北地区的战斗最近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,甚至相关的消息都很少传出了,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一个是缅甸地区的战斗没有大的进展,一个就是外界对于缅甸内斗也疲劳了。 国港同盟军以及缅甸全国各地的大约25个武装同时发起攻击,确实让缅甸政府军面临的巨大的麻烦。 这次缅甸地区爆发的冲突也与先前的各次冲突有着明显的不同,不过总体上而言,缅军还没有失去中央政权的危险。 缅北国港的战斗显然进入到了最微妙的阶段。 最根本的就是各方都疲劳了,国港同盟军对老街这个大城市的进攻总体上是顺利的,但是因为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限制,他们也缺乏快速拿下大城市的能力。 国港同盟军采取围点打员的策略给缅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,这也导致缅军在增援老街时变得更加谨慎。 缅甸军政府不愿意放弃老街,但是他们目前除了进行空中支援之外,在进行地面部队支援时十分谨慎小心,可以说各方力量都疲惫了,也都打不下去了。 国港军开始使用迫击炮等对缅军司令部进行灌顶攻击。 这种劈头轰炸让缅军很难受,国港同盟军在经过前期的铺垫之后,已经攻击到了老街的外围,控制了老街外围的大部分据点,目前除了少部分据点, 还是被缅军控制之外,其余的据点主要被国港同盟军占领了。 国港同盟军已经逼近到了缅军米线沟司令部阵地一公里的地方,具备了使用炮兵进行炮击的条件。 据报道,为了尽可能减少硬弓造成的杀伤,国港同盟军开始使用迫击炮对缅军司令部实施劈头攻击。 国港军同盟军使用迫击炮直接对缅军司令部的顶部进行炮轰。 这种劈头盖脸攻击方式给缅军造成巨大压力。 据报道,国港军在前期的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来自缅军的武器弹药,特别是各种类型的炮弹等。 这些弹药对于国港军工程还是非常重要的,非常利于他们对缅军构筑的攻势等兼顾目标进行攻击。 迫击炮轰击全部都是灌顶爆击,炮弹直接从缅军司令部的头顶落下,这让缅军防范变得困难。 据悉,面对国港军迫击炮的劈头攻击,缅军司令部也没有必要的反击招数,只能选择归缩在攻势内。 缅军还在申请外部军。 但是国港军已经控制了主要的要点,并且重点伏击援军,这导致缅军支援变得谨慎。 目前缅军还在老街进行抵抗,主要是依靠坚固的攻势抵抗国港军进攻,但是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 缅军的米线沟司令部连续遭到劈头攻击,这给缅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 被困的缅军连续申请缅军支援,但是先前来到的缅军却频繁遇袭死伤惨重。 对于国港军的伏击战术,缅军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招数,所以在派兵支援上也变得谨慎。 更为重要的是,缅军支援的兵力也不敢轻易地靠近国港地区了,可谓是心理上已经有阴影了。 对于困守老街的缅军而言,他们的处境确实是非常艰难的,因为老街的各种物资已经非常紧缺了。 如果救援不能跟上,老街的各种物资就将会逐渐地陷入严重短缺状态, 这会导致老街出现混乱。 最终的结局可能是缅军放弃老街选择投降。 当然,缅军是不希望老街缅军投降的局面出现, 毕竟目前在老街守卫和指挥的是缅军较为著名的指挥官吞吞敏。 果敢军开始炮击老街守备司令吞吞敏指挥官所在地。 吞吞敏也开始陷入困境。 据报道,果敢军已经开始使用迫击炮等攻击吞吞敏所在的堡垒地区。 这让这位著名的指挥官陷入到了困境之中, 吞吞敏是缅军内部较为优秀的指挥官, 在关键时刻被明材派到果敢接手老街防卫, 也说明这名准将得到了缅军高层的信任吞吞敏进入老街后, 第一时间加强了防卫, 并且在老街采取了很多紧急管理措施。 比如吞吞敏剥夺了当地的四大家族的军事指挥权, 直接将指挥官权收到缅军手中, 比如在老街地区实施宵禁等严格的管理措施。 从而避免果敢军趁机渗透进来, 在内部发起袭击, 吞吞敏还整合了四大家族的民兵力量, 将他们纳入老街守备力量体系中与缅军一起抵抗果敢军的攻击, 吞吞敏采取的措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这也是果敢军进攻老街始终没有拿下老街的基本原因, 可是当前局势下吞吞敏也是面临很大麻烦了, 拖延的时间越久, 其遇到的麻烦越大。 中方主动出手调和, 到了结束的时刻了, 缅北冲突进入倒计时, 中方已经多次表态希望缅甸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, 并且希望缅甸军政府采取妥善方式推动和解, 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, 不过也希望缅甸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。 缅北地区的战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, 果敢军在战斗中进展很顺利, 但是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后也开始暴露不少问题。 中方拉着缅甸政府、同盟军、德昂军和若凯军等谈判, 也是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, 毕竟只有中国才能帮助缅甸恢复和平, 缅军在老街的处境越来越危急, 缅军想要救援也变得困难, 在这样的背景下,果敢军与缅军进行和谈。 从而以正直的方式结束冲突是最好的选择, 无论是怎么结束冲突, 现在都到了快速结束冲突的时刻了。 可以说,冲突也开始进入倒计时了, 缅北冲突交火明显下降, 这不仅符合缅相关各方利益, 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安宁, 这显然是各方都希望看到的局面, 这种停火也展现了中方的诚意, 因为中方不干涉内政,并且完全为了和平, 这与美国到处煽风点火, 趁乱牟利,形成鲜明对比, 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。 缅甸步入战国时代, 克钦邦, 主要由民盟武装掌控, 属于亲美的善邦, 部分受同盟军支配, 清华势力则志在掌握整个善邦, 博固省,伊洛瓦底省, 孟邦,克叶邦和克伦邦, 还有德林达伊省和仰光地区。 面对多个目标, 有人或觉得任务繁重, 实际上很多区域地势狭小, 需要整合各方实力, 共同对抗非法军政府。 诺开邦, 秦邦, 马归省, 曼德勒省, 石阶省等是大俄预掌控的地区, 目前大多数仍在非法军政府的掌控下。 美国的意图不言而喻, 在全球纷争中他们无不留下一手。 尤其是能够牵制中印的战略地缅甸, 老美怎会坐视不理, 而大俄一直以来对印度、越南等国进行武装支持, 甚至召开南海会议排除我们, 其用心可谓险恶。 当前的缅甸非法军政府正是大俄支持策划的军事政变, 娘来非法军政府掌权后立即终止中缅经济带建设, 支持四大邪恶家族进行电信诈骗, 器官贩卖, 毒品贩卖等反人类活动。 眼下是千载难逢的良机, 机不可失, 时不再来。 并回答案